第25章 舞者的等级 教官江年使用了舞者特权 也没有买票 直接带着罗峰乘坐列车 赶往江南市的主市区 江南市分为主市区以及八大卫城 主市区和八大卫城之间交通工具是列车 而一般人要乘坐列车 必须提前三天打票 而且票价很贵 至于从一个基地市要到另外一个基地市 那票价更是天价 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所以江南市两亿老百姓 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离开基地市的范围 江南基地市主市区 人行道上罗峰和江年二人并排走着 罗峰啊 感觉到主市区和我们扬州城的区别吗 江年笑着指着周围 罗峰朝四周看了看 摇头道 没感觉什么 就是感觉人更多 车更多 这马路也更宽 其他一般般 但论一个小场景 的确没什么特殊 江年微微一笑 你乍一看是区别不大 等会儿你就知道区别了 喂 江年打开手机 江年 人还有多久到 手机屏幕上出现那名老者头像 白博十分钟内道 江年微笑道 嗯 我可是将主管大人都已经请来了 到时候你可别出披露 花白头发老者正中道 主管大人 江年都是吃了一惊 就在谈话间 罗峰已经一眼看到前方的一座占地极广的区域 除了那延伸开的银白色院墙外 便是一栋高高耸立的深蓝色摩天大楼 这座摩天大楼楼体上正有着四个几里地外 都能清晰看清的大字极限武馆 这就是极限总会馆 我们极限武馆在江南市的总部 江年开口道 军人真多 罗峰倒吸一口凉气 极限总会馆的院墙外 每一处都有人持着真枪实弹战杆 整个极限总会馆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怪兽 而极限总会馆的正门 足足有百米宽 一排排军人目光看着周围 这些是我们极限武馆内部的军队 江年微笑开口 我们极限武馆内部 也是有权建立保安力量的 走 进去 江年带着罗峰走向正门 放行 正门口一名脸上 有疤痕的独臂男子挥手道 顿时所有军人们都后退一步 那整齐滑衣的气势就让罗峰屏息 那独臂男子笑看了一眼江年 老江 有些日子没来总部了呀 回头过来咱兄弟喝几杯 好 江年笑着点头 同时看了一眼罗峰 罗峰 这位是你的前辈 喊一声鲁叔 鲁叔 罗峰恭敬喊道 他能感觉这名独臂男子 是一名极厉害舞者 小伙子不错 独臂男子微笑点头 没时间和你说了 回头再聊 白搏在里面等我 江年立即带着罗峰 进入了极限总会馆的院内 只见这巨大的院区 就仿佛一个大型公园 小桥流水 假山花圃随处可见 而且院区内的行人往来不绝 每一个都让罗峰感觉不一般 江年和罗峰走在路上 不由感叹一声 刚才你喊鲁叔的那位 是当年和我一起 闯荡生死的好兄弟 都是经过患难的生死兄弟呀 他的断臂 就是被一头猿猴类怪兽中的 黑毛铁员给一巴掌打断的 罗峰静静听着 我们极限会馆的舞者 是非常团结的 江年指着那一栋摩天大楼 你看 那栋大楼 就是极限舞馆的舞者们 在江南市的总部 从那座大楼进进出出的 几乎都是舞者 几乎都是舞者 罗峰一惊 他都能透过那摩天大厦 一楼大厅玻璃 看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影 怕是有过百人 江南市一共足足两亿人口 我们极限舞馆的舞者 又怎么会少 江年笑道 在一楼大厅的 大多都是喝酒聊天的 这总部大楼 二楼到九楼 是战士级舞者们 经常修炼呆的地方 十楼到十九楼 是战将级舞者呆的地方 至于二十楼网上 那是一些集体会议开会的地方 罗峰心中疑惑 连问道 教官 舞者分为战士级 战将级 舞者 主要分为战士级 战将级 以及极为稀少的战神级 江年轻声解释道 其中战士级的舞者 数量是最多的 许多舞者 一辈子也就是战士级 战士级又分 初级战士级 中级战士 高级战士 一般刚刚考核过关的舞者 都属于初级战士级 罗峰 你现在的实力 算是中级战士级 江年说道 罗峰点点头 看来自己这点武力 在舞者群中 还算是基层啊 战士级舞者 一般用热武器 还能将其杀死 而战将级舞者 热武器 一般都无法杀死了 江年感慨道 比如你用重击枪 扫向一名战将舞者 战将舞者 完全可以凭借神经反应 速度来轻易避让开 所以战将级舞者 在舞者当中 那绝对算是 了不起的精英了 你天赋虽然好 可年纪小 只能算是菜鸟 江年一笑 罗峰只能摸摸头 舞者中的绝世强者 罗峰 当然很清楚 比如视频中那位 能够一刀将黑冠金雕 劈成两半的绝世强者 自己就算是使用念力 恐怕都无法伤到人家 一根毫毛 战将级之上 就是战神级 江年目录 崇拜之色 那可真是名副 其实的战神啊 每一个都能轻易行走 于枪林弹雨中 速度快如闪电 反应更是快的不可思议 每一个人一拳一脚 就能毁掉一座居民楼 战神 这就是战神 罗峰屏息聆听 战士级 战将级 战神级 自己现在 单纯武力 只是中级战士级 或许使用精神念力后 实力会强很多 说不定就能跨入战将级 教官 这战神级之上 有没有 罗峰连问道 有 将年微笑点头 战神级之上 全世界也是有这样的存在的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 毁天灭地般的实力 就算国家面对这样的强者 都得谨慎对待 不过这样的人太少太少 就算我们华夏国政府 麾下这样的无敌强者 也就两三个而已 罗峰暗京 战神级之上 连五大强国之一的华夏国 一国政府麾下才两三个 所以全世界的武者们 只是将武者层次分为战士级 战将级和战神级 将年解释道 当然 全世界评判实力标准 其实并非根据你的力量 速度 神经反应来判定 而是根据你的战绩来判定 战绩 罗峰疑惑道 对 虽然罗峰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应该达到终极战士级 可是 等你成为武者后 你的武者身份信息上 依旧只是初级战士级 等你猎杀了足够的怪兽 足够厉害的怪兽 符合终极战士的要求 才是终极战士级 将年感叹道 毕竟 有的人身体素质好 有的人刀法身法好 有的人懂得各种手段 一个人的实力判定 唯一的标准就是战绩 罗峰点头恍然 对 就算身体素质相差悬殊 可身体素质弱的人 照样能杀死身体素质强的 好好努力吧 成为战将级 你就是我们扬州城的骄傲了 将年孝道 上次来找我的阎罗兄弟 他就是战将级 哦 罗峰微微点头 自己若使用精神念力 实力到底多强呢 能媲美战将级吗 这一切恐怕等日后才能确定了 罗峰和江年一路交谈 很快就走到一栋三层的独栋别墅外 这一栋别墅占地挺大 别墅二楼阳台上 一名花白头发老者喊道 江年快上来 走 跟我上去 江年带着罗峰 迅速进入别墅当中 foreign 罗峰 owski